大偶像上 以现在下蹲的角度 只要蹲角的力度达到XYZ 就可以在五秒内逃亡五十米 好棒的姿势 那当然 我是谁呀 未来的精英 这位超人就是帅 维维 没有 你能敢做弄我 维维超人 你生气也这么帅 神经病 懒得理你 维维你喘气都这么有形 跑得快有什么了不起 不再这样讽刺人道 咱课堂上见 看谁比得过谁 这道题哪位同学会做 当然只有我会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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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皮 这么难的数学题 小皮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小皮很厉害 我是在做梦吧 小皮 想不到你进步这么快 这人做出了这么难的题 其实只要上课认真听薇薇讲课 下课完成薇薇布置的作业 晚上回家再复习薇薇薇上过的课 做这种题根本不算什么 薇薇 求求您了 给我签个名吧 小皮你 上课说疯话 等着酷酷老师爆发吧 小皮 小皮 没想到你这么崇拜我 小智 上课怎么随便说话 报告酷酷老师 小皮刚才在作弄您 您讲的课又不好玩 小皮这么不爱听课 会崇拜您还怪呢 呃 还有啊 您理智的想一想 您讲的课都这么难 没有我这么优秀的脑子 小皮怎么可能听得懂 嗯 小智 您说了 所以 根据我的科学分析嘛 他现在一定是假装的 小智 啊 给我站到门口去 都怪小皮害我罚站 我一定要告诉校长老爸 罚站 你可是全校最优秀的学生 未来超市城的精英 你居然被罚站 有没有搞错 老爸 这可不能怪我 我是被小皮给暗算的 暗算 他今天不停地念叨我微超人 还在上课的时候 拍酷酷老师的马屁 说酷酷老师是他的偶像 微微超人 嗯 偶像微微超人 没错 所以 据我科学分析 他是在故意打扰我的学习 小皮一定是喝了那种超能饮料 大偶像超能饮料 大偶像 没错 小皮一定是喝了这种饮料 把所有人都看成了微微超人 这是大哈的新发明 喝了能把所有人都看成偶像 受到偶像激励 提高工作和学习效率 老爸 借我缩口吧 我可不能输给小皮 嗯 嗯 你也好 太好了 这下我的成绩一定会更好 早上好 微微超人 老爸 你也这么早啊 嗯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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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校长老爸竟然那么早来学校亲自打扫卫生 不愧是我的精英老爸 小智早 嗯 怎么这么快就打扫完了 打扫 哎 这个 你头上怎么有个蝴蝶结 这是我昨天抬了好长的队才买到的 花了八十个平大币呢 八十个平大币就买个这玩意儿 是啊 限量版哦 好看吗 嗯嗯 老爸 我 我都不知道你有这种奇怪的爱好 啊 亏你平常还教育我要把钱花在有用的地方 八十个平大币还不如用来多摆几本书呢 快拿下来太丢人了 被同学看见了会笑话我的 小智你在说什么呀 你带这个太不符合身份了 看起来就像变态 老爸 校长 哪儿呢 吓死我了 我正在看那儿话呢 你别吵了 维维漫画 喂 你怎么乱抢呀 等我看完了再见你嘛 老爸 我错了 对不起 刚才我不该骂你变态 可你也不能这么偷懒 你在叽叽咕咕什么呀 快把书还给我 不行 你看着地面 你没打扫还脏 你居然还在这里看这种小孩子的书 我就是小孩子 怎么不能看了 这不符合你的身份 要是被别人看到了怎么办 我还看维维漫画这件事 全超市城人都知道 什么 都知道 行了 你先啰嗦 我打扫 我好好打扫还不行吗 老爸怎么变得这么小孩子气 一点都不成熟 老爸 你怎么又吃起来了 你吃就吃了 纸牌乱扔 你总说要严格要求自己 别像小胖和他爸爸那样缺根弦似的 可你现在跟他们有什么区别 你说 是什么 太让我失望了 老爸 你怎么突然变成了变态 还好吃懒做 你在我心里的精英形象 已经毁了 你才变态呢 小剧早 小剧早 小剧 你怎么了 你怎么变得跟白痴一样 白痴是什么 早上好 早上好 我怎么变得跟白痴一样 怎么有两个老爸 啊 我说好 我在做梦 我在做梦 我已经喝了超能饮料了 这么威威超人还不快出现 超能饮料 我说 天呐 什么梦这么难行 同学们好 老师好 老爸 老爸 全是老爸 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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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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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智